會抓到跑了贏 打者是壞球可以不用打 果然有先跑 但這個球打成了高飛球 高飛犀牲打的距離應該是夠的了 左外野手接殺 三列的跑舞者立列起跑 一個彈跳 兩個彈跳 Safe球露出來了 好 二連那邊沒有傳 兩個彈跳到了陳志宏這邊 郭建宇把球傳回來 陳冠任這邊拼回來這一分 但是現在整個人趴在本來區 希望沒有受傷 下半季在禮拜五 後天就要開始了 洪宇宗總教練非常非常的 吐舌頭了 洪宇宗總教練覺得 拜託不要丟臉 現在陳冠任不知道哪裡傷了 整個非常痛苦 躺在地上 洪宇宗總教練趕快 看似 這邊陳志宏也被撞到了 球 這邊又是洪宇宇嗎 不是 因為每次都洪宇宇 背隊友下去 洪宇宇是很好的肉店 這邊是 劉家豪 過來背 他可以把陳冠任整個背起來 不過這個最怕 下半季就快要開始了 就怕受傷 對 明天休一天下半季就開始了 對 洪宇宗總教練 陳志宏自己還是要加油 昨天也一樣 球都沒接到 急得要做Tag 那本來都是滿不錯的機會 但是因為球沒接好 這個Tag都是多餘的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這個距離 郭建宇傳的算是滿準的啦 雖然兩個彈跳 對 傳的很準 距離也夠 對 雖然兩個彈跳 沒有擋好啊 沒有這個就是因為球掉了 如果球沒掉 一定在本來被Tag out 對 陳冠任並不是速度很快的選手 球已經到了 郭建宇算傳得不錯了 傳得不錯 這個球如果 陳志宏如果接好的話 這一分不會進來 好像是陳冠任的右腳啊 陳冠任 應該說去年季末才動了手術 那個手腕的手術